上回我們講到 薛仁貴取得夫拿大王的信任 被封為秦山太保 夫拿大王還特地為了這件事 慶祝了番 叫大家一起喝酒 到了晚刻 薛仁貴翻翻自己的尋將 跟周文周武兩兄弟一起商量 薛仁貴跟他兩兄弟 如此這般地講了自己的計策 周文周武點頭就說 我們明白了 第二天就跟薛仁貴分手 回到錢山 到了第三天 夫拿大王他們 正在聚意廳那裡 跟薛仁貴一起議事 剛剛坐下 忽然聽到錢山金鼓齊鳴 響成一片 原來山下唐形兵將 又在錢山那裡挑戰 那這個來挑戰是誰呢 正是二爺周青 周青是怎麼來的呢 原來 當日薛仁貴離開了自己的營盤 僑莊改辦由後山走了之後 周青他們知道都很急 一起埋怨大都李慶紅 不應該放薛大哥去冒險 李慶紅就說 大哥不讓我告訴你們啊 他沒有什麼吩咐 除非有他的回音 如果不是就不准我們 私自攻山 哎呀 還不准我們攻山 那怎麼辦呢 大家正在急 這一日 有兵丁的進來品稿 說有個老人家送了一封信來 一定要交給大都李慶紅 李慶紅立刻召集大家來 把送信的老人家帶進來了 周青一問 他說 聖母是毛子貞 受薛仁貴之託 跟他送信的 告訴大家 薛仁貴已經運上了摩天嶺 哎呀 這下眾人更加擔心 周青心想 哇 大哥的膽真的太大了 這樣上山 還有命的嗎 那即時 大家就長家詢問 毛子貞也是有碗數碗 有碟話碟 將自己的出身家鄉 住處 怎樣跟薛仁貴見面 一一說了 又說清楚摩天嶺前山的首帳是甚麼人 周青一聽就明白了 因為他也是山西江州府龍門縣 焚西村的人 跟薛仁貴是同鄉的 一聽到他提到黃茂生 那個賣豆腐的掌櫃就說 哎呀 原來賣豆腐的黃掌櫃是你老人家的女婿 那就真的大家都很熟了 你來這裡做甚麼呀 毛子貞又將自己的來歷說了一次 接著說 雪完碎 他先上前山 前山那兩個總兵都是我們中原人 一個叫周文一個叫周武 是兩兄弟來的 現在聽說他跟雪完碎已經結拜做異性兄弟了 這次只要他們一歸順 這樣就可以幫他們破了前山 有了前山的門戶 後山的人就好進去了 周青一拍大筆說 哎呀我大哥真有辦法 這次啊我算服了他了 李慶紅看了他一眼就說 那你不再埋怨我了嘛 那我怎知道我大哥怎麼想的呢 那他想我們怎麼做呢 這封信又寫的嘛 哎呀你看我急著啊 周青笑一笑 跟大家一起看一封信來 誰知這封信寫得很簡單 只是說自己在前山已經落到腳 叫大家不用擔心 過幾日就有消息來了 過了幾日 毛子貞又帶了第二封信來 原來這封信呢 是周文周武案要薛人貴的吩咐 派了個心腹兄弟和毛子貞送過來的 這封信又畫了一幅地圖 薛人貴將前後山的地形 都畫成一幅簡綠的地圖 邊裡有滾木雷石 邊裡有弓箭手埋伏 邊裡有緊要地方都畫得清清楚楚 講得明明白白 又叫他們現在可以去挑戰敵人了 但是前山那兩個總兵 已經是自己的結拜兄弟 千萬不要骨肉傷殘 只要假假意打就行了 周青整班兄弟的心裡 都又高興時又明白 馬上就來到兩軍陣前叫陣 周文周武也都知道 他們收到信之後 才來挑戰的 於是兩人也都大開債門 下山營敵打仗 等到兩軍陣前隊伍排開 周青是第一個出馬 周文呢 這邊呢 周文在後邊壓陣 周武是一馬當先 大開聲說來者何人 周青就報了自己的名字 我是周青 哦 你就是跟蝕仁貴八拜結交的周青 是嗎 沒錯 你是誰 我是鎮守摩天嶺前山的總兵 周武是也 哦 五百年前我們還仍是一家 我看這個仗都不用打了 你們快點投降 免得皮肉受苦 周武一聽就炸家熱發火了 好一個周青 別亂說二十四 接槍 舉槍就刺過來 兩人打了幾個回合 周武突然啪一聲一槍 向著周青直擊過來 周青舉舉一擋 啪一聲 周武好像苦口都被震烈 喝了一聲說 哎呀 你這個周萬子好厲害 我不是你對手啊 走啦 周青 我打輸給你了 你千萬不要追 你追我就閉加火了 說完之後 一邊乏馬在山上跑過去 周武這樣說 周青當然明白了 要我跟著你追 於是一邊乏馬在後面 直追過來 周文這陣事 一直都守在債門前壓陣 就沒有來作戰 周青見到這樣的情景 知道了 都是自己人 想幫我們取了前山 立刻變成乏馬漢聲說 追 大家一起追啊 帶領人馬追了上去 周文見到周武打敗了 衝上前就說 兄弟不用擔心 你跟維兄阿鎮等過來打他 他讓過周武 截著周青打上來 周武乘機 就已經走回到債門前 那些滾木雷石的旁邊 周文和周青假打了幾個回合 見到那邊周武已經準備好了 於是大聲說 哎呀 敵將你害 我走了 在前面 在前面就拼命地走上來 周青就跟著上 他向後一揮手 後面的唐兵就緊緊跟上 山上的兵丁 看到兩位總兵打了敗仗 警方失吐地喊 哎呀不行啊 唐兵攻上山 快點放滾木 放滾木啊 周武就大聲喊 就說 慢著 我說 葛仲在下面 誰都不准放 等他上來先 這一陣子呢 周武在後面 就不急不慢地 一直向山上敗退 看他樣子 好像很著緊一樣 其實呢 他的心 只是不想快跑 是要保住後面 唐兵的大隊人馬 所以特地呢 一路就炸家衣邊行匹馬 實際上是越跑越慢 沒多久 周青在後面 緊追不捨 已經是搭過了半山坡 後面的大隊人馬 都攻上來了 他的兵丁一見 驚慌慢撞地對周武說 哎呀 二種兵老爺你看 大種兵老爺 還在山下 但是唐兵已經追得好貼了 你說這裡滾木 那樣的 意思就是 為了湖山呢 不理周文都要把那滾木 雷石打下去 周武一瞪眼說 混彰 那怎麼辦呢 等我哥上來先 哎呀 二老爺 如果大老爺上來 那些唐兵都能夠進來 他話還沒說完 周武就舉起寶劍 一聲一劍 就殺了那個小兵丁 旁邊的兵丁 疾疾疾 總兵老爺 為何你殺我們呀 話口未完 又被周武殺了一個 以下那些兵丁 全部亂龍了 哎呀 糟糕了 總兵老爺 為何殺自己人呀 又被周武連續劏了幾個 他威嚴的 你們誰還敢喊 總兵老爺 你不要殺了 你殺得對 誰叫他們亂說二十四呀 整班兵丁被周武鎮住了 這陣子周文已經上山 不過後面周青帶著重兵將也一起衝上山 周武大開聲說 各位兄弟 唐兵已攻上山 大局已定 所謂順我者槍 亦我者亡 如果有投降的 快點丟低兵器 站過來這邊 為者一律處死 那幫兵丁見到大勢已去 於是紛紛拋低兵器投降 還有些人呢 拼命地向後山那裏報信 再講後山的呼拿大王 他跟紅曼曼聲聲膽阿力托金阿力托銀 連著假無順請洩人閉 大家正在聊天 說說怎樣防守 就是這陣子 聽到前山打仗 不過呼拿大王都不是很緊張 因為他知道前山險要 怎樣都很難失守 就算唐兵唐將怎樣勇猛 都攻不上來 只是滾木雷石可以打到他們全軍覆沒 何況還有周文周武兩個人在陣首呢 所以開始的時候 他們一點都不緊張 但是洩人歸就不是了 他知道前山現在已經動手交戰 看來引路人跟那些兄弟接上頭了 他表面上裝得若無其事 但是其實呢 他心裡一直在想對策 怎樣才能把後山一起攻進來呢 就是這個時候 一個兵丁突然方方張張地衝進來 啪一聲跪下說 報告 啟品呼拿大王大事不好啊 這下將大咬嚇了一跳 呼拿大王正在問 何時驚慌啊 不行了 前山 前山似乎 似乎被人攻陷了啦 啪 你這麼驚慌 到底前山怎麼快點探明清楚 是 是 那個報士兵馬上衝回去 過了陣 又戰戰兢兢地走回來說 大王 前山已經失手 唐兵攻陷了上來了啦 啪 這下大廳眾人一起坐在身上 唐兵攻陷了上來 到底什麼回事啊 那個報士兵 這樣才把唐兵攻上山的經過簡單講了詞 眾人聽到惡世言 那現在兩位重兵呢 兩位重兵 好像還在戰場之上 我們見不到他呀 看來那個報士兵呢 什麼都很難講得清楚 於是 呼拿大王一面 叫那個報士兵下去 另外再派人去打探 同時他就叫大家馬上做交戰準備 因為事情很清楚 如果前山真的被攻陷的話 前山一失手 唐兵馬上會攻到後山 過了陣 一眾人等個個都結束停蕩 拿了兵器馬匹 然後準備去前山那邊迎戰 蝕仁貴的心暗暗高興 看來周文周武兩位賢帝 已經立了一件頭功 將我們的唐兵唐將引上山 這樣就好辦 蝕仁貴也紮束停蕩 叫人來抬兵起來 剛剛做完準備 就聽到呼拿大王向蝕仁貴說 無順情 有 跟本王向外邊看看 是 蝕仁貴應一聲 心想 我跟你一起去 那就真的好了 呼拿大王的意思 叫我護駕 到時候你放心 我一定會將你生禽活足 就是這樣 他們一起出去 這陣子前山的喊殺聲越來越響 等他們來到後山的陣地的時候 忽然又有人來稟告 唉呀 什麼行不行啊 什麼事啊 周文周武兩位總兵 大概 大概 大概什麼 大概是歸行了大堂啊 呼拿大王一聽 哎呀 氣得好像肺都歪了 那樣 什麼大概大概 可能可能 如果他投了行就是頭紅 如果不是的話 前山怎麼能夠失守 但我抓到他們兩個 一定要前刀萬刮 講完之後就帶著大家 向前山直殺而來 袁瑞聲聲嘆一方面傳令指揮三軍東一隊西一隊 就一臨戰準備 他自己對翼一拍呼一聲騰空而起 飛上半天 去探望前山的形勢 這陣子 蝕仁貴跟在呼拿大王身後 直奔前山而來 剛剛好遇到周文周武打著唐兵向後山這裡 就一直攻擊 守寨門的兵將已經阻擋他不倒 因為大家 一下子都沒有提防 前山守得嚴謹 後山 想著前山那麼險要 那些兵丁 一般都非常下桌 想不到現在前山突然反水 唐兵來得這麼快 一個一個準備不足 被周文周武他們帶著唐兵 殺到東途西喘 聲聲膽一見 馬上就派阿力托金和阿力托銀 兩元大將去衝去擋住周文周武 周文周武一體是阿力托金阿力托銀 周文首先一聲說 你兩個想做什麼 想來送死 阿力托金大聲地罵 周文周武 大王代你們兄弟不搏 你們身為前山總兵 但為何居然誘因不報 反而獻了前山引入唐兵 你們歸行大唐 啊 手指咬出就不咬入 做了投降之將 今天還有面子來打後山 周文聽到這些哈哈大師說 阿力托金阿力托銀 你們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這些叫做水流千尺歸大海 我們身在中原長在中原 我們怎麼能夠為你們出力 為你們賣命呢 你快點回去勸勸 呼拿大王和洪曼曼他們歸行 這樣唐盈對你們絕不加害 如果你們還要過來送死的 這樣也有得理 阿力托金和阿力托銀聽到 嘻嘻 氣得肺炸了 嘻嘻 中原人要投奔你們 中原反我們前山你們奸世 豈有此理 怎麼能放過你們呀 兩個人什麼話都不說 舉都衝上來 阿力托金和阿力托銀的確很勇猛 不過周文周武知道他們底細 跟他們兩個交手 自己的心都不知道多麼頂 只不過他們一邊打 一邊就提防在半空中 不斷盤旋飛舞的聲聲膽 這個時候周青帶著後隊人馬 也湧到前邊 熊曼曼看到一拍匹馬 衝上前和周青打上來 周青和熊曼曼打了七八個回合 不夠熊曼曼打 後面攝仙陀擺起雙槌 衝上來 就截著熊曼曼 兩個打一個 但是熊曼曼依然 嘻嘻大笑 根本沒有把他們放在心裡 沒有動大刀 左遮右擋 周青和攝仙陀兩個 相戰熊曼曼 始終都是防守多 就進攻少 這邊周文周武和阿力托金阿力托銀 一邊打一邊喊 各位兄弟 大家小心 注意頭頂啊 大家一聽就明白了 原來他聲聲膽騰空而起 周文周武知道他厲害 所以才提醒大家 姜兄姆李慶仙他們 立刻就吩咐了兵丁 一定要將功搭戰瞄準他聲聲膽 如果他飛下來就亂戰射他 我 姜兄姆 intended 凡十張功瞄述自己 也不敢衝下來 kijkenرج盤偷襲摸 反而被射但打一斬 攝仁贵一看戰場的形勢 看来这个洪曼曼比较厉害 阿力托金和阿力托银 和周文周武两兄弟打 大家暂时都是平手 这边几个人围着那个洪曼曼 都打他不赢 那怎么办呢 还有这个夫拿大王 现在他身边没什么战将 好 所谓擒擦先擒王 等我续续他再说 在这个时候 夫拿大王就说 无顺请 大王有什么吩咐 你看他们已经打得这么激烈 你现在快点跟我来 原来夫拿大王一看这个形势 知道前山 就已经绝对失守 后山 没有了前山的屏障 也支撑不了几日 人家人多世众 我们人丹力量 战将不多 怎么可以赢呢 不如趁这个机会三十六着 就走为上掌 你过这一排再说 有无顺请保住我 等到时候我再杀回头 那怎么会不赢呢 于是 他就打算要撩枝大吉了 舌人贵一看他这样的神态 心情已经明白了八九分 夫拿大王 你想去哪里 这时候夫拿大王 已经将他当成自己的亲信 就压低一把声 说 你保住我 我们走去保石基那里 躲一躲再说 哦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叫我保住你 避一避先 如果打赢了他们回来 如果打输了 我们找个安全地方的逃命 是不是 夫拿大王一听 心里很不高兴 这个无顺请 你真的不懂得做 这些事怎么能够说出来的呢 人家还是客人 而且自己想起 你这下可能都要躲去天飞斩 到时候 就要拖避于人了 无论怎么都好 自己怎么都不能发怒的 就说你不要问啊 跟我走啦 慢着 你想去哪里呢 我们先去保石基那里避两人 然后再过天飞斩啦 我看你不用走了 快点给我束手就擒吧 你 你敢说什么意思 我都不怕老实跟你说 我不是天飞斩的什么少水 我是唐营的平尿大元帅 舍礼舍人归 这句说话一说出来 呼拿大王的头当同 一声响 哎呀 后脑那里只觉得一股凉气 直冲上来 有此理 你原来就是个火头军舍万子 没错 想不到 呼拿大王一听到对面这个人就是火头军舍人归 那他怎么会捐过来冒充我们这个无顺情呢 哎呀 现在都不得行想啦 既然他在我身边 我才杀了鸡就狗 但是舍人归又怎么会害怕他呢 立刻拿起兵器 放天击一摆 和呼拿大王那把开山虎 打上来 虽然这支击不是自己常用的 在山上问人拿而已 但是白桃舍人归 但是舍人归的武艺 也都的确不是呼拿大王能够抵挡 两个人打了七八个回笔 呼拿大王不是舍人归的手脚啊 翻身就想走啦 舍人归又怎么会这么轻易放弃走啊 趁着两马坐踏 用激美一掃 啪一声 将呼拿大王整个掃了下马 接着一挽伸 将呼拿大王的身体整个戳起 向着唐营那边一听 喝一声说 大家去捉住他 一帮唐营兵将立刻冲过来 将呼拿大王就扎得实一实 那边阿力托今见到呼拿大王被扎 哎呀 那叫一声 一下子疏忽 被周文一枪 刺中烟喉 就将他整个跳于马下 阿力托今见到阿哥震亡人 生气得全身震晒 大海声说 我和你拼命 但这边唐兵越战越勇 一边杀一边喊 杀啊 呼拿大王被我们捉了 你们快点投降 快点投降啊 阿力托 看到形势不妙 拨转码头想走 但已经迟了 只见舍人贵将功搭战 转一转 正中他的后背 周母就冲上去 又刺了枪 当同也使他一名乌夫 阿力托今两兄弟一死 周文周母就腾出手了 两个人一边屈马 向着杀人贵这边就直冲过来 大家向前一冲 一下子就不记得 现在头壳顶上飞着他猩猩胆了 那姓姓胆在半空中一个盘船 后对机会 呼地飞过来 这阵子李庆红李庆仙两兄弟 正是和周青他们 围实那个红曼曼 就打得激烈飞上 就在这阵子 姓姓胆到了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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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